大家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不要再叫这个天天迎接我们的小黄蛋 小丑蛋啊 他也有名字 小伙伴们 我们在蛋蛋岛 见到的每个人都有名字 这个头发很酷的名字叫潮流蛋 对呀 而这个天天爱睡觉的 他的名字叫打工仔 经常会安慰我们的人 他的名字叫唤星医生 对 那么我们每次玩游戏 我们总会见到一只迎接我们的小黄蛋 伙伴们 很多人问我知道他的名字吗 他的名字其实特别特别好听 今天我来告诉你他的名字 大家不要再叫他小丑蛋了呀 他也有名字 在游戏中我们点一下商场 我们会发现好多好看的皮肤 每个皮肤都有一个名字 在游戏的皮肤中 每个皮肤都有名字 这个小羊 他的名字叫咚咚 对 即使是最丑的皮肤 他也有名字叫僵尸博士 而这个小黄蛋很多人叫他小丑蛋 伙伴们错 其实他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 小伙伴们 根据我的调查 在最古老的版本 有一个皮肤叫艾瑞和巴蒂 他们是一个机器人和一个小黄蛋组成的 而这个小黄蛋 就是我们游戏开始时候的小黄蛋 而巴蒂就是这个机器人的名字 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这个小黄蛋的名字 其实小黄蛋的名字叫艾瑞 伙伴们天天迎接我们的这个小黄蛋 他也有名字 他的名字就是叫艾瑞 并不叫小丑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